杀害了三条人命判无期徒刑 家属说难以接受 其实这名嫌犯11年前犯下了杀人案 嫌犯叫陈坤明 他在8年内先后杀害了一对国小姐妹花 还有一位冰狼西施三条人命 一二审的时候他都被判死刑 但是在去年最高法院发回更审 判决结果认定 他虽然有再犯之余 但是还是有教化的可能 所以判他无期徒刑 家属就大骂这人权在哪里 这是因为我妈妈做资源回收 你觉得他求不起妈妈吗 对 头戴安全帽面对记者问话 还能侃侃而谈 他就是被称为新魔杀手的陈坤明 十年前在板桥犯下女童双尸命案 到案后却跟法官说 心中有恶魔在怂恿犯罪 最后以精神病脱罪获得减刑 没想到一年后缓刑出意 以真冰狼西施当成的幌子 又拿棒棍打死了一名妇人 一二审都被判处死刑 没想到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之后 更一审首度将他改判 无期徒刑 陈坤明在台大医院所做的精神鉴定结果 认定陈坤明具有精神上的疾病 但不是典型的心理病职者 如果接受积极的辅导治疗 并非无教化的可能性 十年之间 三条人命看在陈坤明的眼中 不足为奇 但更一审认为精神着两公约 对死刑谨慎的精神 再加上陈坤明经过精神鉴定之后 确实有问题 不该判处死刑 轻判无期徒刑 但对死者的家属来说 这样的结果 情何以堪 记者刘志展 马日文